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也跟我们在地客家乡亲的发展息息相关 我们随着竹北的快速发展 县府的团队也在推动中兴郡景观再造的工程 我们的初衷就是要让中兴郡结合都会的发展 教育的环境和文化的资产 将它打造成一个充满客家文化底润 且兼顾生态永续的水郡园区 我们除了水郡公园的改造之外 我们在东兴郡周遭的客家文化底润 更值得大朋友小朋友们一同来体验 比如说周遭环境的新瓦屋 一方面记录着当年客家鲜明 平手知足的打拼过程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更把这里当作在地六家人 跟新进移民进来的竹北人 凝聚向心意的地方 除了滋养良田 东兴郡过往也供应民生用水 搭载不少老居民的儿时回忆 富人每天早上都会在这个郡旁边在洗衣服 那时候的生活真的是很怀念 那时候小时候很怀念那种生活 以前的时候 我们灌溉的时候 耕田都是用轮流的 轮到哪一家哪一家 晚上就会去放水了 所以晚上都有时候很难入眠到天亮 我们高铁车征收 在公园立地占了16% 全省是第一名的 尤其是东平里有十座公园 很多公园在这里 真的是一个宜居的村庄 我们以前农耕时代 所有很多的住家村庄都建在水浸旁边 不管是六张鱼 新瓦物 贵族林 艾口庄 番茄庄庄 几乎都在水浸旁边 六水浸 这样才生活才会方便 这边的那个分水队下方 我们以前那个农耕时代很多 每一家都养一条到两条水牛 都会把那个水牛撑到这边来泡水消暑 那我们这边分水店上方呢 很多我们村庄的小朋友 都很喜欢来这边吸水 那用铺水期的话 大家为了那个水都斤斤计较 都会甚至经常会起争执 甚至会肢体充足打架 客家话说 天汉没什么清晰 天汉没什么清晰 在我们水利会 就会在我们这边 番茄庄分水便 按照各郡的灌溉面积 设定它的宽度 公平分配水源 这个番茄庄水便是我们各郡 广大灌溉区乡亲的 有共同记忆 还有浓浓的历史情感 我们这条东兴古郡呢 已经走过了270年的 沧桑历史了 它对我们六家地区呢 影响了真的是寄生学员 它不愧是我们六家地区的 母亲之河 即使呢今天工程升退了 还是继续牺牲奉献 它生命的遗灰 提供我们民众休闲娱乐 如今东兴郡的沉沉水声 依旧在耳边交响 虽然已经失去集水功能 由于却完美蜕变为城市绿洲 一样融入美味民众的日常生活 这一次在改善我们的东兴郡的 这个整个工程的部分 大概有三大的设计里面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会把我们原来的郡道 把它加大 利用我们周边的整个草坪的空间 可以增加蓄水的一个功能 其实它也是某种的路 就是一个都市的一个制宏纸的概念 有增加了大概2600平方公尺的 整个蓄容的空间 那一方面 在迅期期间它可以调节水量 那另外一方面 在冬季的时候 是苦水期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水循环的系统 那尽可能我们可以做到一年世纪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有水存在的状况 那第二个是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水浸周边的空间 来增加一些这个布道和修气的系统 那另外我们原来的浸道部分 是采用水泥的这个三面采光的部分 那我们这一次采用这个气室的部分 那会有比较多的这一些孔隙的部分 可以让这一些冻植物的部分 可以让它有一个气息的一个空间 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植栽 常见的果树 还有一些水生植物 还有一些整个药用植物等等 原来宜人的居住环境一直都在 不管是现代的科技智慧城 还是百年前的淳朴客家庄 东新郡在高铁都市计划中保留了 高铁、低铁、十五朗铁、三条支流 沿线有番子疗水电头 以及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 六张离聚落东平问礼堂 以及全周错的分阳堂 总共有八处的北极劣质建筑 以及十多处的国公寺 在郡陆串联了六家 新龙东新康乃尔四所国小 还有成功国中东新两所国中 以及交大的客家学院 结合了教育以及文化资产 共同构成富含历史人文故事的水郡文化建学园区 中校堂昔日为邻家人的故居 为典型客家传统名居 邻家祠为其家族共同祭祀 名居家族力量之所 气派的建筑不仅表现客家人 慎重追缘的观念 正厅与门楼的燕尾集 耿彰显族人曾经重举 和受到皇上册封 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代夫帝是邻家主要的祭祀空间 原是邻先昆所创之祠堂 善清堂 后应邻先昆在林爽文事件时 曾组织一名军保卫乡土 主官军平乱 建立一名庙 并尊师田地造桥等 于嘉庆二十三年追封其为 二代奉旨大夫贤坤公 封为奉旨大夫 唐名因此改名为大夫帝 问礼堂建于道光十二年 林国保之子林秋华 众相视吴举人 故于次年择地建问礼堂 完成后与大夫帝合称南北双厅 作为林家的仪式宫厅 这块地原名叫道卡士族的东兴社原宝状 所以叫做东兴郡是纪念这里 民事公园是暂定的名称 那客委会跟我约定 要把这个古迹群做成国家的 也是国际客家艺术村 在这边可以欣赏这个客家大戏 欣赏客家的音乐 不管是传统的现代的各方面 傍晚时分 哇这个氛围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说六张旅 真的是非常棒的我的故乡 这个聚落它的历史已经超过260年 那在2002年的时候 因为烧铁客区都市计划 所以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迁 那后来的设计是 完全保留了水郡 还有周边郡部 所以沿线留下了很多公园 成为一个都市的绿色廊道 是一个非常好的 有城市理念的一个设计 那灵性的聚落 以民俗公园的方式保留下来 所以这整个区块 就成为了一个民俗公园 再加上大学的客家学院的校区 一个复合的保存客家文化 也是教学研究的一个场合 高度发展的读会区中 一处保存完整的客家文化聚落 让六家民俗公园更显得迷人 11瓦都是时光隧道 带我们窥见仙人的生活样貌 古色古香的公园 同样能够充满活力 在这里你能尽情舒展筋骨 放松身心 从来没有想过 老房子也能这么好玩 不管你几岁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美好时光 分阳堂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合院 民国四十年代政府发展经济 推动农村改革 实施三七五检株 跟着有期田等等的政策 农民的生活获得改善之后 留下的一个实体见证 如今更成为乡土教学 教育体验的原地 在这个全台湾最快速发展的 新兴都会区 古迹不会消失或老去 而是重破新生 风华再现 有谁比他尽责 无论日晒雨林 坚持守护 我们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上 搭建出年轻的科技城市 竹北的前世与今生 等您一起来参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